谈完了这个台湾第一位女性三军统裁 在这个视察GD的时候 说要国防改革之后呢 我们继续要来检视的是 蔡英文上任两周以来的 各项内政跟外交政策 包括刚才乌合一博士也提到了 这个冲之鸟的一个争议啊 还有这个克刚 微调的这个废除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的新 民进党新政府有很多 新的做法受到了一些争议 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华 尹教授的是有关于上个星期最轰动吧 或者说对大家瞩目的就是 这个美猪的争议在立法院 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也被很多台湾的这个媒体说是 国民党下野之后 在野党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你怎么看这个美猪的争议 在台湾所引起的一些不同说法呢 严建华教授 是 我想蔡总长他有提到 就是说美猪这个问题 就是要先谈判再来看 所以主要是要先谈判 而不是现在目前 我们很难说出一个底线 因为还没进行谈判 那为什么先谈判 因为你一来就先把底线露出来 你根本没有必要再谈判 而且是谈判还要看这个国际的标准 还有跟社会沟通的问题 但总体来讲就是说 台湾如果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TPP 我们可能在美猪的问题上 就必须要做某种这个妥协 那当然美猪有些人觉得说安全上可能有顾虑 但是将来如果说美猪进来做某种程度的规范 比如说贴上标签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好比说我们像抽烟一样 抽烟有害身体 所以你烟还是照样卖 可是你上面有标示抽烟有害身体 那知道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他不去买 那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所以我想可能将来还是要去跟社会 跟媒体做更充分的沟通 让这样一个问题更的比较顺 因为如果你想加入这个TPP 你一定有所得有所失 所以可能这个美猪问题 应该算是一个小的议题 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除了进口美国猪肉的争议之外 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 乌合一博社是另外一个也可能牵动 敏感的美中台关系神经的 所谓参与联合国 台湾重返联合国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新任外长李大为 过去也曾经担任过驻美代表 就说了未来将是这个一个重点 民进党的重点 就是说要推动台湾 重新回到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事务 那么也知道这个台湾新的驻美代表 高说他今天就要到华盛顿来走马上任了 你怎么看这个推动台湾重新参与 重新返回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政策 可能会为美中台关系引起来的一个震荡 好了 这个因为立法委员时代力量林昌佐 询问李大为 也希望李大为把参与联合国当的重点 那李大为他刚刚做外交部长 他要提出来他有他的政策 但李大为我想他心里很清楚 假设跟 以蔡英文目前这个 对日本跟美国的靠拢 跟中国大陆采军冷处理的态度 还有对一中原则方面大家没有办法交代 那现在海协海集会的谈判都停掉了 那这样情况之下 那么是否还有机会参与联合国 不要讲联合国 参与联合国的周边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啊 他这个气象调节各方面都有困难 马恩就因为是这八年来 那么对中国有忠亲日连煤 所以他在三个平衡之下 那么中共不反对之下 我们好不容易参加了国际卫生大会 所以这个我相信李部长 自己学外交的会了解 参与联合国 实质到变成联合国的会员的话 那几乎不可能 中共有否决权 所以后来外交部当天晚上就发一个声明说 我们不是真的要参加联合国 我们是参加联合国的周边组织 所以表示这个在李大会 这个话讲得太大了 那在国立法院答话的时候 他说我们参加联合国这个重点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平时的 把两岸关系处理好 把日本美国的关系处理好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争取国际空间 你如果说把中共撇得远远的 我想你参与国际空间会被压缩 反而不好 好的 感谢吴克卫师 那么除了美助争议跟国际参与之外 有很多其他的政策 我们要来检视一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 好的 那么 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在蔡总统这两个星期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上头 那么有媒体注意到呢 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几乎从蔡总统上任之后 其实每日一篇评论来一直不断的对蔡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这个批评还有施压 那么最新一篇在6月3号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 他说呢 他指出这个蔡总统目前的这个两岸政策呢 是维系一个中间道路的均衡假象啊 那么这样的一种钢索能够坚持多久呢 那么文章说如果是呃其实大陆想听的是两岸一中跟九二共识 那么如果说蔡总统无法回答的话 那么人民日报帮他代打就是要说出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还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那么如果呢呃人民日报这篇评论也说 如果九二共识或者两岸一中已经在绿营内部被污名化了 台湾人民也不可接受的话 那么蔡总统可以移行取神啊 就是说绕过一个台湾内部障碍 同时又可以让他大陆接受的两岸论述 关键无他就是心成与否 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心要把这个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跟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意思说出来 那人民日报蔡总统一个未完成的答卷 人民日报说我要听的就是这个答案 想听两位来宾对于人民日报这个答案的评论 先想呃先请教在台北的呃对不起 这说真的这是蛮复杂很困难啊 这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从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现实 你不能把美国因素拿掉 但从美国因素来看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个影片叫做 Understanding One China Understanding One China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 他认为说 一个中国议题根本就误导了 因为在太平洋战争谁把日本从台湾赶走 不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为什么 国民党当时是在大陆在抗战抗日 共产党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在到处鼠窜 所以是美国人花了99.9%的资源跟性命 跟所有的这个心血把日本赶走 那为什么要把台湾还给中国 这是美国的观点 当然大家可以来争论 美国有这样的观点 那所以才会有所谓台湾关系法 所以美国的因素在 不是两岸可以去解就可以解 好 那我们现在把美国因素先放开 你先回到两岸 你谈了那么多 中华民国是什么 你要去面对 从1949年 更早不用说 1949年 中华民国到台湾 他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形式在运作 从来没有 没有这个被你统治过 你根本没有去面对中华民国 如果你今天面对中华民国 也许我们两岸还有一个解 把美国因素暂时先放开 更何况美国因素还在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绕到最后就是 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们是国内议题 别的人不要插手进来 这根本就是用大陆的说法 就是忽悠嘛 台湾怎么可能接受 就是你人家已经运作这么久 六十几年这样一个体制 你从来不认为它存在 怎么可能 台湾人怎么接受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也想请教一下 乌合一博社 就是您怎么看人民日报 帮蔡总统带达的这个 就是大陆想要听的答案 就是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 还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另外就是人民日报在这篇也说 就是如果蔡总统维系一个 走中间道路的均衡局面 与骗人假象这条钢索 它能够走多久 您怎么看呢 我想人民日报的批评 是他们的担忧 当然我个人在十几年来到现在 我都讲了中国大陆 应该承认中华民国实体的存在 有这个政权 这个它根本上 它无法克服的心理的障碍 虽然马锡会议去年11月 在新加坡举行了 大家也没有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中华民国 只是称呼两岸的领导人 用模糊的态势去处理 所以为什么这个马英九这八年 两岸关系那个至少没有 争执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双方的交易非常频繁 台湾的老百姓得益很多了 就是模糊 那么一中原则或者九二共识 但是马英九说我们一中各表 我讲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那大家就把这意识模糊在这里就好了 那如果蔡英文他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不愿意一中各表 那你只好变成一中原则 那就比马英九更糟糕了 所以蔡英文将来这个四年 我觉得他基本上民进党 基本的形态里面很多人是反中的 所以他如何跟中国大陆 保持良好的关系 是他最大最大的执政的问题 那他现在也很清楚了 冲之鸟 我就往日本靠了 我这次 这次 这次 这基本上 我不认为是三个 九平方公尺的塔塔米大的地方 他不认为是交 他说这个我不讲 这个 从这里开始日本高兴了 但是 其他全世界人都不战胜日本 只有民进党的政府呢 认为日本的事情呢 我不做评论 所以这很明显的倾向日本呢 我觉得这是要起步 第一步走错了 他是军中去收纳军心 是走对了 但他是日本 这样偏向日本呢 他这步走的大错特错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动您 好 立刻来接听电话 甘肃的薛先生您好 请讲 甘肃的薛先生 好的 薛先生是不是 暂时听不到 河北的张先生 您好 张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台湾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所以大陆也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误区 台湾跟大陆比起来是弹弯之地 两三千万人口 他的社会矛盾比大陆要少得多 大陆人口多少面积多大 社会矛盾多多啊 是吧 这个完全没有可比性 第二个我想提醒那个严建华先生就是 我据我所知 你的祖籍也是中国大陆的 是吧 我就是说想提醒咱们都是有祖宗的人 咱们都不是石头棒里棒出来的 谢谢再见 好的 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来电 河北的刘先生您好 刘先生请说 河北刘先生 好 我请那个吴教授啊 你给讲讲这个三民主义 就这个问题河北刘先生 好这个可以 就这个问题 好的 可能我们要简短回答您了 刚才听众观众有两位 那我们结论时间也可以只有各一分钟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 他要您讲这三民主义 这可能是一堂课才能讲完的 那么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 大家耳身龙详了 民生民主民权 就是民有民智民享 所以这个是道理是颠沛不破的 那国父的三民主义 如果真的能够有部分 当然现在大陆实践了民生主义 人民富裕起来 但是民权一点都没有做到 所以这个大陆 国父的这个三民主义 其实颠沟不破 我认为大陆如果真的照国父的 能够达到他的20%民权主义的话 那大陆都很好了 那么刚刚有位大陆朋友说 大陆太大了不能管了 不能做民主了 只能一党专政 只有一党集权 人民完全被压制住 这个讲法又太武断了 那你美国这么大 美国为什么民主呢 欧洲这么多国家 全世界200多国家 180几个国家都想朝民主走 那为什么大陆不能朝民主走呢 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成体统的 你可以逐步地在各地方选省长 选上海市长 到将来 刚刚我们有朋友反映说 有两党 有两党有反对党 互相能够监督 现在大陆没有了 大陆全部是太子党 那么现在就是红二代 红二代开始掌权 那到底将来大陆是变成 红四代 红五代继续掌权 一百年不变呢 还是红二代再过27年 六十二十七年 再过27年 中共一党专政解体呢 那这是要靠大家努力 靠大家的信念 不是说等着他解体 大家都喊另外同胞 都要继续努力 继续宣扬 让老百姓 尤其让年轻人都知道 怎么中国应该走哪条路 好的 非常感谢吴和一博 是这个一分半的三民主义的课 讲得非常的严谨 一概也顺便回答了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问题 感谢您 那么严建华教授 刚才就听众提到了说 台湾跟大陆这个大小有差 所以这个民主可能不能够 完全的潜移默化 利用最后的一分钟 跟我们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话题 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林教授 是 我的分两部分 一部分先回答刚刚吴博士 应该这么讲 吴博士是我很尊敬的前辈 我也一样 其实我想民进党不是反中 他只是说反背并吞 假如你一中能够 大家是一个民主自由 就像我们跟美国这样互动 一中不会 没有人 那么反对他 是因为在一中架构下 你会被并吞 你会被吸纳住那个体系 所以大家不愿意接受 所以我想 这个里面是有差距的 至于像河北先生所讲的说 我好像 我是从大陆那边过来 我想应该是没错吧 祖先汉人 当然我也可能有一些 这边原住民的血统 但这个不重要 而是说 到底人要追求的是什么 不是你从哪里来 难道 难道生存在 在中国大陆的 他就没有享受自由 人权的一种需求吗 或者这种权利吗 不是嘛 所以就像我这一点 回应刚刚吴博士的说法 不是国家大 就不能够施行民主 好多国家 欧盟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心 还有没有这个制度 愿意来做 所以我觉得 当然如果说你愿意这样 那我们也是尊重 可是总不能我们也跟着 贝林纳入 中国大陆这种极权体制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热的参与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 透过中网新闻网 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为您请您到这里 我们感谢博弈 还有严建发教授 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 乌合一博士 再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 当然更要感谢的是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您的积极参与 谢谢您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上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那么来不及参与 我们今天讨论的 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站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我们会用连结 让您看到 蔡英文和马英九总统的 感谢观众